陈族裔这些年杀人无数 皇上把我千刀万剐 我罪有应得 但请皇上放我的兄弟们一条生路 朕会对这些人妥善发落 酌情处罚 谢皇上恩典 请下旨问斩吧 斩 纵横四海萧雄志 无悔凌迟少年时 大家好 我是二明孔 朱棣的巡洋国策 遭到了众臣前所未有的抵制 想堵住他们的嘴 唯有郑和凯璇用璀璨的说过 来证明自己是对的 可是郑和什么时候能回来 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 这姚广孝给他出了一个点子 以退为进 可以用立太子来转移朝臣的注意力 以此给郑和争取时间 朱棣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立吧 选了一个良辰吉日 正是立长子朱高赤为大明太子 本以为有了这个国家大事 这帮鬼能消停点 万没想到 等来的是变本加利 就在朱棣用不知道哪里搞来的玉玺 给赤丰诏书上盖印的时候 几个老臣相互一点头 跪在了大殿中央 先是说了一些恭贺太子的客套话 然后开始上活了 让人帮自己把官服脱了 只见官服的衬子上 密密麻麻的全是字啊 这带头的李道正开口了 皇上 您确立太子师说得好啊 说是以祖训为本 要循规蹈矩 我们几个听的是肃然起敬 不忘本的皇上 就是大明的好皇上 所以我们为了追随陛下脚步 把先祖的一路输于一内 以表对先皇的尊重 那么问题来了 祖训陆里仅止片板下海 可陛下您却非要被祖忤逆 老话讲 君知错 臣知过 如果您能为天下百姓 为了老臣下之近海 臣几个 必定为皇上为大明 劈干力胆 若皇上非要一意孤行 那老臣就替君受过 把祖训陆以歌血 文于身上 以警示 所有臣功 这帮老鬼以前动嘴 今天要动手 真要是文身上可拿下来 自己的巡洋国策 就彻底歇了菜 可是让自己妥协 自己又不甘心 正在进退两难之际 郑和回航啊 郑和回航啊 皇上 郑和回航啊 激动无语 就是朱棣此刻的颅内反应 殿下跪着的几个老臣 面面相去 稍微显得有点尴尬 这费不费出寻扬 还得先看郑和的成果再说 为了体现太子威严 如此重大的归航仪式 朱棣就没有亲自参加 让朱高赤全权代理 这虚假客套的过程 咱就略过了 直奔主题 郑和进了奉天殿 开始跟朱棣汇报 此次出海的重要成果 起奏皇上 臣等于永乐三年六月 率海船255艘 奉旨巡使西洋 船队航行 23500余里 巡使战程 爪哇 谷里等海外邦国15个 通好列国君王 并有21位海外使臣 随传回败大明皇帝 愿与大明国 永结同好 共享万世太平 臣此次共带回 珍珠 珊瑚 金 乳香 胡椒 观音竹 龙岩香 等海外产物 共计821种 庄运135川 更有各类 齐齐益寿多种 巨像五头 雄狮十只 齐鸟百只 花木无树 实话实说 没有正和下西洋 奉天殿上的各位 恐怕一辈子都见不到 这些真气一宝 一个个嘖嘖称奇 眼眸经过 他们的表情 看在朱棣眼里 十分受用 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令人把这些东西全都搬到五门外 给京城百姓展示十天 让他们看看 朕到底是不是在玩物丧志 这搬走了宝贝 接下来是海外各国使臣的朝圣环节 21个国家 21种礼仪 但中心思想基本一致 能与大明交好 是他们的荣幸 祝大明天子万寿无疆 永远不死 朱棣笑了笑 不死不可能 但是死之前 能看到正和满狱而归 能看到万邦来朝 足以说明朕的学扬国策 绝对是立国立民的 吴皇圣兴兵 别看所有人都点头称事 其实有的人心里有话 但嘴上不好说 这么多老外得给皇上留点面子 要问什么话呢 银子呀 你这跑了两三年 花了大几百万 稀奇古怪的东西 倒是没稍稿 可是钱呢 没有钱 拿什么治国 拿什么赈灾 那大象珊瑚啊 说白了 你朱棣的寻扬国策 归根结底 还是面子活 你等下回朝会呢 必须跟皇上拜着拜着 这退了朝 正和马不停蹄地 回到了连心姐的家 想姐姐只是一方面 让正和更期待的 是那个不知长成啥样的大外甥 揣着忐忑进了门 小宋天没见过正和呀 对舅舅的印象 全都停留在连心的描述中 所以这第一次见 略显尴尬 正和则不染 宋天是他亲手接生的 名字也是他亲自取的 虽说不是亲生 但胜似亲生 因为他生不了 回想宋天刚出生的哪样 再看看眼前的大小伙子 正和就像打工多年 回家看娃的父亲 心里除了激动 就是开心 正和的真情实义 让小宋天 很快就与这个天将的舅舅 打成了一片 这边和家欢乐 咱就不打扰了 说一说 此次回航的另一个主角 陈祖毅 为了彰显我大明国威 朱蒂当着各国使节的面 审判了这个罪恶 滔天的海盗 朱蒂问他 临死前还有什么遗言 好汉做事一人当 皇上如能应我一个请求 死而无憾 讲 陈祖毅这些年 杀人无数 恶贯满盈 臭名昭重 祸害难养 皇上把我千刀万剐 我罪有应得 但请皇上 放我的兄弟们一条生路 盼望皇上 能选中他们当中 一些并无人命的好手 加入大明船队 为什么 一 可用他们的航海经验 为皇上寻扬出力 二 可用他们的龟顺 和我这颗脑袋 洗刷大明海盗的恶民 三 真能如此处置 也将给数十年 深受近海之苦的 沿海臣民们 一个训诫和安抚 嗯 朕会对这些人 妥善发落 酌情处罚 谢皇上恩典 请下旨问斩吧 斩 该说不说 他臣祖毅还真是条汉子 奈何 生不逢时 按他讲话 如果先祖爷不近海 谁TM愿意做海盗 可是这辈子没机会回头了 如果下辈子还是朱棣当政 自己一定堂堂正正做个人 他这带着遗憾投了胎 朱棣下旨 准备国宴 今儿回请各国使节 这帮克劳鬼 哪见过这阵仗 什么蒸羊糕 蒸熊掌 蒸鹿椅 烧花鸭 烧出鸡 烧子鹅 卤猪鸭 酱鸭 酱鸡腊肉 松花小肚 酱油香肠 那是应有尽有 看得他们是眼眸金光 哈拉的直躺 朱棣笑了笑 这吃饭呢 只是一方面 借着宴席 他还要办件事 打开与各国的贸易网 朱棣给郑和使了一个眼色 郑和一点头 明白 起身来到特鲁兹的身旁 告诉各位 再人不是时节 是古里国的商人 我郑和的朋友 大明的贸易伙伴 因为最近的一次合作 大明失信于他 虽然做了相应的补偿 但那不够 今天在此做出承诺 欠你的货物 给你补齐不说 还额外 白送你两船 听懂的掌声 各国使者一听 明白了 这是在告诉我们 来大明做生意 不仅安全 还有保障 最关键的是 人家玩的企业 那没得说了 回去就研究 与大明互通的事业 朱棣冲政河挑了挑眉 效果很显著 这时 王忠禀报 说上次想跟您 咳一下的铁木尔他孙子 派了使者哈伊达 前来进天 陈哈伊达 奉杀哈鲁王之命 叩拜大明皇上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起来说话吧 谢陛下 这小达达来呀 没空手来 给朱棣带来了 铁木尔国的真兽 汗血宝马 出于什么目的呢 这大明的船队太猛了 把开国国王都给吓死了 阿玛以后 肯定是不敢得瑟了 希望大明天子 不计前嫌 咱们和平相处 朱棣讲话呢 大明本来就是以和为本 敌不犯我 我不干你 你要滋浪 虽怨必住 但是看在马的份上 就放你们一马 哈伊达连连点头 谢谢谢谢 那什么 咱别搁着唠了 要不出去看看马吧 别到时候说 阿玛忽悠您 您再凿叉干阿玛 朱棣一笑 行行 那就出去看看呗 所有人来到了盐武场 朱棣下令 先找几个骑手 热热场 只见几个年轻人 骑着快马绕着场地 风一般的击齿 看着大伙 连连称赞 这哈伊达一抱拳 黄沙 早就听说您文无双绝 当年一人一马一把刀 杀的那谁是雕魁蟹甲 今天宝马配英雄 可否让大家一开眼界 这其他使臣也跟着起哄 太战雄风 父皇 好 今天咱们君臣图乐 父皇 这把哈伊达吓得魂都没了 这要是给皇上摔个好打 自己别说躺着回去了 化成魂都回不去呀 好在朱棣开明 让大家别担心 小小擦伤 并无大碍 这人上了岁数 手脚不利索了 让大家见笑了啊 眼见皇上没事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这时吴轩凑了过来 掺着皇上往座上走 朱棣知道 吴氏献殷勤应该有事要报 说吧 皇上 末将在海上 经常听水手们说这样一句话 说皇上是陆地上的君主 而郑和他是海上的帝王 下官还曾听说有些藩国 要给郑和修建三宝庙三宝塔 还要为他塑造一丈八尺高的金身 共在庙里日日夜夜世世代代 焚香祭祀 皇上 他冒犯天威还不算 还要借神灵来压君父 成何体统 咱说坏人也分个三六九等 就吴轩这种坏 封顶都拦不住他 真他妈坏透钱 这一路上 没少坑郑和了 人家屡次三番给他机会 这别读的是无时无刻 不再想办法弄死他 这老话讲 人心隔肚皮啊 不管郑和做了多少忠心之举 但那毕竟是在朱棣身边 这出了海 谁能保证他不放飞自我呢 所以吴轩的话 朱棣不敢不信 这里人多儿杂 让他晚上进宫来见 这也引出了下集 建文帝密诏古军心 马三宝 百口无言辩 在海上只知道有郑和 不知有皇上 远详 王毅 二世 三宝 北京 的家